今天送我儿子参加一个童军活动 他们今天是周六 他们要早晨 滑着这个披花艇 滑一天到一个岛上去 这个湖叫做西湖 这是美国的西湖 我特别喜欢童军这个活动 就是他们这种周末的野外活动 可以锻炼一个人的生存能力 到一个岛上去度周末多好啊 怎么浪漫啊 他们自己每个人这个小开压课上面 带着自己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啊 有一个tent就是那个小帐篷 还有他们的sleeping bag 就是那个被子啊 行军被子 还有他们吃的东西 这样子到岛上去之后 他们在那儿有篝火 在那儿篝火 就是用那个烧烤啊 烧烤 而且呢15岁以上的孩子都不让父母随行 只有小孩子父母才能跟着一起去 主要是锻炼他们的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啊 将来如果能够遇到什么就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啊 中东的战争啊 他们能够藏就是藏到山上和湖里边 然后去那儿去自己独立的生存 他们还要在那儿岛上钓鱼啊烤鱼吃 太幸福了 又来了一个 我觉得美国这个同军组织啊 组织的活动特别好啊 它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了 它在每个就是每个镇子 每个村子都有它的分布组织 你只要加入进去 就可以参加这种活动 那么每个月几乎都有这种集体活动 因为夏天还要去 他们要划着船 大船啊 大船就是那种帆船 大帆船穿过安大略湖 因为这个湖像这种西湖都比较小 这个湖不小 这只是一个角落啊 不小 但是比起安大略湖来 安大略湖上面那个风浪挺大的 你看有人偷渡的人 从加拿大过来穿过安大略湖 用这种小船的话还翻了船还死人了呢 所以他们要开着大帆船 要去加拿大玩去 就是渡夏令营啊 这个同军的夏令营 前边已经走了 十来个了 他们是一个 这叫开雅克 皮滑艇队 哈哈 你准备吗 我准备了 谢谢 你准备了 怎么办 正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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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我们 这是他们的教练 中国有一个西湖 我记得这一片挺像西湖的一部分 当时我住在杭州的一个疗养院 它就是西湖的那么一个角落 水都流进来 这种自然风光挺淳朴的 这个小孩又要走了 这是个年龄小的还九岁的小孩 因为这个年龄小 年龄小他要随着 他要随着这个 他爸爸一起去 这双人的开亚克 15岁以上的都要独立的自己去划了 这个划开亚克也是他们同军的一项技能 就是他要你一定要会 要通过 这个同军吧有很多技能 像骑马呀 山地车啊 划船啊 什么 钓鱼啊 游泳啊 什么 就这些的活动啊 打猎呀 这些的你都必须要一项一项的通过 就跟考试似的 一门一门成绩 你慢慢锻炼 对啊 通过了之后 你才能够毕业 像我儿子现在已经是最高级的了 最高级的就是那个 叫熊鹰啊 Eagle Eagle 通过之后你才能逐渐的升级 就像不对船那种军衔似的 从什么少尉升到中尉 升到什么将军 这个一级一级的往上升 走了 今天有点下雨啊 挺冷的 不过他们在岛上去有沟火 这个也是个大孩子 也需要自己 孩子也15岁了